大家好 我是小白 我们这节课继续 来我们运行项目 上节课我们做了这个 元素块 它的移动 对吧 也就是我们点到什么位置 它就移动到什么位置 来我们看一下代码 其实也就是 很简单 对吧 首先我们找到点击那个位置 然后把它转换成 相对于 this.node它的节点坐标 然后再复制给 我们的这个水果 对吧 水果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 当 我们移动到这 然后抬起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产生一个元素块 然后让它向下 向下移动 对吧 向下移动 来我们现在 这个creator里面创建一个 右键 同样也是创建一个精灵 对吧 我们命名 Block B-L-O-C-K Block-E 然后它是什么图片呢 就是我就拿第一个来说吧 第一个这样的图片 怎么让它 怎么让它落下来啊 我们先运行啊 它肯定是不会落的 对吧 我们是放到了中心点 大家注意这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应该让它 就是当手指抬起的时候 让它落下来 落下来 那怎么让它落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让它做自由落体就行了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当 当成一 一个 钢体 物理引擎 这里 添加 添加组件 添加物理组件 然后这 第一个对吧 然后我们再选择 这个 这是 这是意思就是圆形 对吧 它是圆形 所以我们添加个圆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绿色就是它 钢体的范围 是不是比这个图片要大呀 我们看 这是它半径 半径是八十 我们这个图片是多少啊 八十 这是直 宽是八十 由现在是直径是八十 对吧 所以我们半径 是不是应该让八十 除以二了 也就是四十 对不对 四十 这时候大家看 这个绿色是不是正好包围住我们的 嗯 这个元素块啊 对吧 这个圆形正好包围住 正好包围住 这个 缩放应用在此钢体上的重力值 重力值是一对吧 来我们运行 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落下来啊 并没有落下来 对吧 并没有落下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开启物理系统 同样我们看一下 官方文档 我们重新打开吧 打开我的有道云笔记 嗯 官方文档 这里有一个物理与碰撞系统 我们找物理系统 点开第一个 这个 这个默认的物理系统是关闭的 对吧 我们把它打开 也就是就一行代码啊 很简单 那我们再打开这个脚本 在按落的里面 我们把这个物理系统让它打开 让它是处 就是相当于打开了 对吧 这时候我们再运行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运行 它是不是线下落了 对不对 它是不是线下落了 来我们再运行一下啊 它线下落了 对不对 相当于它现在做的是自由落体运动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落的时候 大家看啊 碰到这个地面 对吧 碰到这个地面 碰到地面呢 我们是不是就不让它 不让它再落下去了 也就是它碰到地面 应该落到地面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需要加一个地面 在这底下加一个地面 我怎么加呢 我们创建一个空节点吗 叫node 杠 就叫墙 它不但底下有一个墙 然后左边右边是不是也有个墙啊 对不对 不可能让它从左边 移住屏幕了 对吧 也不能从右边移住屏幕了 我们弄一个墙 让它挡住 来我们创建一个 渲染节点 然后有一个单色精灵 单色精灵 我们现在做底下的这个墙吧 底下墙宽度是720 对吧 因为我们屏幕就是720 然后我们 向下移 现在的锚点是0.5 0.5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 白色区域的中心点 对吧 我们让 让它外方向 这锚点是1 锚点是1 也就是在外方向 就是在它的顶端了 对吧 这时候我们只设置 是不是设置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对不对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0 就是在它的中心 中心点 它总共多少 是不是1280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是 负的1280除以2了 对吧 负的1280除以2 这时候是不是正好在底部了 对不对 正好在底部了 哎呀我们这叫 嗯 叫底 就是地面的意思啊 就是底 那这时候我们运行 它并没有挡住 对不对 并没有挡住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 精灵 对吧 我们只加了一个 spread的组件 我没有加物理组件 对不对 我们这是不是要添加一个物理组件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一个盒子啊 一个方形的 就我们选boss 第一个boss 大家看 是不是正好 是不是正好包围住啊 对吧 正好把这个 呃 区域包围住 这时候我们再运行 哎 我们先不让它是 在最底部了 我们把它放到上面一下 先看一下它的情况 对吧 因为放到最底部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是看不到它的 对吧 因为 因为它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相当于是移出屏幕了 对不对 来 我们这时候我们运行 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哎 我们看 这个墙是不是也接 也往下移动啊 我们再运行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那个墙 它墙 也就是现在的地面 它也 受重力影响 往下运动了 对吧 这个 这个地面 肯定是不能移动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type 就是它类型 我们应该选择static static 静态的 然后 重力值呢 我们设置为零 就是不受重力 不受重力 我们再运行 这时候墙是不是不运 不运动了 对吧 这是那个墙 它没有向下运动 运动 因为我们把它设置成静态的了 然后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这是那物体 对吧 向下落 碰到墙停止了 对吧 我们 我们让它有一个弹性系数啊 有个弹性系数 这是摩擦系数 摩擦系数 我们让它是一吧 摩擦系数 这是弹性系数 是零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找这个物体 就是那个元素块 对吧 我们在它身上加一个弹性系数 就是它碰到地面 稍微向上弹一下 对不对 弹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摩擦系数 弹性系数 弹性系数 我们让它是零点 零点二 摩擦系数 让它是一 来我们运行 我们看一下效果 稍微往上弹了一点 对吧 稍微往上弹了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行不行 还可以 还可以 就这么着吧 然后我们让它落的 呃 快一点 也就是它的重力值 对吧 重力值 我们让它是五吧 就是向下移动 越来越快 哎 刚才那个就挺快 对吧 我们再看 对吧 行 我们就让它是五 那这时候我们的墙是不是 把它放到最底下就行了 它肯定不是在半空中的这个墙 对吧 所以是什么呢 负的 1280除以二 这是墙 这是什么呢 这是最 嗯 最下面的墙 对吧 然后我们再做什么呢 左边右边 渲染节点 单次的 对吧 精灵 我们叫 左 左面的墙 那它高度就是1280了 对吧 1280 那锚点呢 锚点是不是S方向应该是在这里呀 也就是锚点S方向锚点是1 那它的位置呢 这 这也好弄啊 就是 负的 嗯 720除以2 对吧 负的720除以2 是不是正好就在这个屏幕最左边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 钢体 物理组件 它也是BOSS 对吧 方 方合字 方合字形状的叫BOSS 首先它是静态的 这个是 重力值 让它是0吧 不受重力 摩擦系数是1 摩擦系数是1 行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右边的墙 单色的 对吧 叫右 高度是1280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让S方向应该锚点在这个位置啊 对吧 那S方向是不是应该是0啊 那它的位置呢 也好也好做 就是720除以2呗 对吧 720除以2 来我们加一个物理组件 它是静态的 不受重力的 对吧 摩擦系数 我们让它是1 弹性系数是0 我们就行 左右我们看 看不出来效果 对不对 左右看不出来效果 因为他们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移出屏幕了 也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边缘吧 对不对 我们是看不出来效果的 那什么 那也就是我们多添加几个元素的时候 让它向左移动的时候 不至于从左边移出屏幕了 因为这里有个墙啊 对不对 有个墙 它碰到之后会弹回来 对吧 会稍微弹一下 嗯 行 我们这节课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